北科大資材營學生辦完營隊到熱炒店用餐 因為白飯公益問題遭網友踏發 眼看風波越演越烈 營隊總召認為遭到不實指控 深夜特別錄製影片 上傳澄清 白飯之亂風波擴大 資材營會長臉書發出十分鐘 影片列七點聲明 不是所有人都吃這麼多 當天確實消費了六千九 並沒有謊報金額 實際到場用餐二十七人 飯也不是全都我們吃的 更不是不願意的 是店家回覆不會再補 另外針對拍照時微笑 總召表示當天根本笑不出來 是有人喊才勉強笑 會山聲明也是希望早點落幕 至於網路上負面評論 大部分都已經刪除 但也發現有網友 假冒同學名義發文的狀況 資材營會長一一說明 就希望可以澄清誤會 強調他們絕對不是飯桶戲 也已經記取教訓 希望可以就此平息風波